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226集 这第二件奇怪的事啊 是村委会发生互殴事件的前两天的夜里 我们村的坟地曾经响起过阵阵的铜锣声 铜锣声响起之时 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是极被发凉 我当时盖了两床被子 还是感觉冷 我的祖上不是也有类似于 您两位这样的人吗 我翻阅了一下祖上留下的书籍 说是阴兵戒道 阴兵戒道是阴兵鬼差的事 可害人的是尽管 我感觉这阴兵戒道 应该和这几个人的死没什么关系 断成说出了他的想法 张凡看了一眼断成 说道 这个看看再说吧 吃过饭以后 三个人便去了抄待所里面休息 下午三点半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张凡揉了揉轻松地睡一眼 起身开门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队长张磊 张先生 那两具尸体 我给带回来了 张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呼吸有些急促 走 去看一下尸体 张凡当即便来了精神 此时 断成和李安泰已经到了张凡的身后了 四人很快便到了庭时间 两具尸体都是面成青紫色 从两人面相来看 两人也都是被摘走了臭飞魄 也是死于那老鼠精之手 死因和前五个一样 凶手还是那个老鼠精 听到张凡的话 李安泰说道 那这么看来 我之前的推测 很可能是成立的呀 对 你很厉害 张凡朝李安泰竖了个大拇指 称赞道 哪有哪有啊 我跟你们这些个专业人员比起来 差得远呢 你们这些专业人员 若是有我脑子里面那些信息啊 再得知两个人死的第一时间 就可以立刻做出推测 我这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才想起这事来 张凡三人谁也没有接他的话茬 张凡开口问道 你知道这七个死者干活的地方在哪吗 知道 知道啊 李安泰连连答应 随后 在李安泰的带领下 张凡四人到了一家 制作皮具的工厂门前 就是这里 工厂车间改造的活 被李大庆给包下来了 其实呢 就是香地砖和瓜大白的活 一开始 李大庆只是带了三个人过来干活 但是厂子里面嫌劲都慢 所以就又叫过来两个 前面的三个 加上后面的两个 就是前段时间死的那五个人 十五天时间 包括李大庆在内的六个人 就把这活都给干完了 后来在使用过程里 有些地砖和墙壁出了一些问题 工厂叫李大庆带人再去返修 李大庆带的人呢 就是王三宝 李安泰把整件事情来龙去脉 跟张帆三个人讲了一遍 嗯 走 咱们去里面看看 张蕾用警官证 很顺利便进到了工厂里面 找到了工厂里 负责后勤的经理 这经理是一个身材肥硕 长相油腻 头发灰白 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从面相来看 他没少在这个肠子里面 转黑心钱 而且还有和精怪接触的面相 那是一只狐狸精 最重要的是 这精怪和他油染 后勤经理把张帆几个人 请进办公室 招呼几个人坐下 警察同志啊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张蕾把目光投向张帆 是以张帆来问 但张帆并没有询问 而是望向李安泰说道 李大庆他们 是什么时候过来这边干活的 开始干是一年之前 修补是半年之前 张帆点头 从后勤部经理的面相来看 狐狸精和后勤部经理 油染已经两年多了 一年前装修的时候 狐狸精和这后勤部经理 已经勾得在一块了 对于灵异方面的东西 后勤经理对比狐狸精来说 是迟钝的 如果七个人的死 真的和这个场子里面 干的活有关 那从狐狸精那边 可以获得更加直接 更加直观的答案 所以张帆直接找 那个狐狸精 其实更好 经理 麻烦你把那只 和你有关联的狐狸精 给请出来 一听这话 后勤部经理一愣 面色瞬间发生了变化 而后有一些慌乱 你 你说什么呀 什么狐狸精啊 什么关联 我听不懂 你这两年虽然过上了 看似夜叶生哥 美人在怀的生活 但至少损了十年养寿 如果再这么往下发展 你恐怕连你孙子的面 你都看不到了 一听这话 后勤部经理面色 变得更加复杂 在眼底深处 还带着一丝恐惧 他儿子现在上大二 还有两年毕业 即便他儿子毕了夜 马上结婚 那也得过上三年 才能看到孙子 张凡的话便意味着 他活不过三年 张凡看到他以后的第一眼 便说出他和狐狸精有染 这其实已经把他给惊到了 再加上活不过三年 带给他的恐惧 后勤部经理 已经是慌了神了 你 我 别你的我的了 告诉我他在哪 你们的事情我不想管 也不会管 另外你也不用担心 我找他是要打听一些事 张凡话音刚落 便感觉到一次妖气 钻进了办公室里 只见段成的身形 瞬间便是化足一道流光 直接便报尸而出 不多久 段成便抓着一道 身着白色长衫 满脸妩媚之相的魂体 进到了房间里面 这魂体 正是属于狐狸精的 此刻的狐狸精 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看到道行更高的张凡之后 眼神当中的忌惮 变得更加强烈 见到狐狸精被提了进来 后勤部经理急忙起身 两位大师 我从来没伤害过他人的姓名 还请两位大师 不要为难我 狐狸精魂体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祈求 我跟他的事 都是他自愿的 随后 又满脸委屈地 指向了后勤部经理 我跟他说过 我们那啥 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 但他还是执意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